我就不希望小孩子跟我一樣在做這個 希望看他有沒有比較好的 做他喜歡做的工作這樣 你看那就是喔 都不要聽人的話才會這樣 你看啦 你就是年輕人不想喔 吃辣子不吃油 那個是很髒 不要透過那邊 過了兩次要再打拔拔拔拔了嗎 這個不是拔拔 當然就叫狗 做工的就沒錢到啦 你們這個是做功德啊 對啊 有些會看不起我們這個 老公這樣 看啊 做工的人現在沒有了 看不去做工的人了 因為做這個艱口 垃圾嘛 又賺不錢了 我們又不去給人家偷 我們是這樣子很 很正大光明 到人家裡面這樣子工作嘛 人家看到我們這樣子工作 反而後會更欣賞我們 現在年輕人都很少會做這個工作 因為 皮膚抽中一張 比較辛苦 然後可能看到實在的關係 如果沒有年輕人來做工 可能就是會舒服越來越少 好 以前這是一個遺跡之長 你如果越來越多人要補 你阿爸在這裏 你看看沒有人要製 還滿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工作 因為至少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是說收入很豐厚 但是養一個家庭都沒有問題 你會建議說 你會建議說 比如說 這個 泰哥來喝茶 你會建議人家的眼光嗎 不會的 因為這是我們職業 我們就是把人家的 然後 屋子的方式擦到飄飄的 讓人家 那屋子卻很高興 有些人會說 你在做工的 就是 沒有錢的 對啊 我是不會這樣想 我是認為 我們有誰一技之長 就是把人家的工作做好 做得完美 交給那個屋子 也會很高興 黃水幫我們用那麼漂亮 就是 感覺到都是遊戲舒服 讓我們做得那麼漂亮 讓他們 要入新黃水 他們都會很開心 就是我們成就就是這樣 把一個人家交給我們 很普通的 都把它完成到很完美這樣 也有那個成就感 那屋子它會感覺很滿意 所以我們就很有成就感 對 外國他們就比較注重這個 我們台灣有的都比較沒有注重這個勞工 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穿很漂亮的衣服 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工作就是跟油漆接觸 整天都會沾到油漆 我們這個沒有說 人穿得很漂亮 就是主要穿一個工作服 就是看起來沒有像人家 動力 因為這是做久了 也感覺對這個有興趣 因為你有興趣 你才會一直做下去 如果沒有興趣 你做什麼你都不會有動力 就是有興趣 還有一個好家庭 我老婆還有小孩子都滿支持我 我做這個油漆的 因為這個做久了 這習慣也不會感覺說很累還是怎樣 所以就一直做到現在 我就是回家吃老婆煮的話 還有跟家人吃飯 就是很開心 很快樂 就是整天也不會說感覺很累 累也都會忘掉 一般年輕人 學這個他好像都比較沒有興趣 因為我們這個油漆有的味道很重 要有的當然 我們這個環境不太好 對不對 就是有些事工都會比較髒 不會勉強說小朋友 就一定要接我這個油漆還是怎樣 因為我做這個行業做那麼多人 說不辛苦都是騙人 也是會辛苦 有的工作都不順的時候也都會 對啊 就是感覺說會很累這樣 然後我跟我老婆就是 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把自己購用這樣就好了 小朋友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讓他做他喜歡做的工作這樣 對啊 所以我都還好 沒有想開一點就好 有沒有朋友預計做到幾歲退休 嗯 是 就能做再做啦 做到不能做的時候 沒有做也是不知道要幹什麼 對啊 就是 就是 看人做多久就多做久 我第一次跟著我爸到工地打工幫忙 剛開始的心態可能只是希望能賺一點錢 但深入體會工作環境後 我才知道 爸爸的工作 不如我想像中的那般容易 說到工人 大部分的人都會馬上聯想到一堆負面的刻板印象 但其實他們只為了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並把自己的職業給做好 用自己的專業撐起一個家 師傅們也會擔心 再沒有人來學 這個行業就可能沒有了 但當我問到 如果自己的兒子來做 你們會希望嗎 其實工人師傅們都不希望 他們總希望兒子不要跟他們一樣 能做更好的工作 從他們的口中 能聽出望子成龍的託付 這也形成情感上 與現實層面的一個矛盾對比 而我最後 也並沒有回去繼續學習這項技術 但我想用我現在的技術 去將這個情感記錄下來 而我把這支影片送給我的父親 我的工人爸爸 我真的最愛的人 我真的想上他 感谢观看